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22號 星期五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烏克蘭或美國3.25億軍員 三國核試驗場積極擴張 衛星圖像證實 俄國 中國和美國核試驗場的活動增加 美國發布晶片補助最終限制 遏制中國技術發展 先拜託您在節目開始之前幫我們點個贊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請您訂閱一下 來看詳細內容 這兩天 澤連斯基先後會晤了拜登 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國會最終同意了提供240億美元的經濟與安全援助 提供新的價值3.25億的軍援 22日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對澤連斯基表示 美國對烏克蘭的軍援符合美國的直接利益 也是對西方國家集體安全的投資 尤其是壓制俄國 更有助於威懾中共對臺灣的輕舉妄動 拜登宣布艾布蘭戰車、火炮、反戰車武器等等 下週將抵達烏克蘭 對此 臺灣淡江大學外交學系主任 鄭欽摩對希望之聲分析說 埃布蘭姆斯曾經在波灣戰爭對於二制的坦克 有非常輝煌的戰果 當埃布蘭姆斯在加入戰局 烏克蘭當然更期待還是空優 雖然拜登已經同意提供F-16 但是戰鬥機飛行員目前還在受訓 預計到明年春天才會投入戰場 那可能戰局會有比較明顯的改變 我相信接下來的速度 在冬季之前 烏克蘭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展 最新的民調顯示63%的美國人支持明年聯邦預算繼續提供烏克蘭軍事支持 59%的人支持一直提供援助直到俄軍撤離所有烏克蘭的領土 在當天 澤連斯基抵達加拿大與特魯多會面 加拿大已經向烏克蘭提供超過89億加幣的援助 特魯多說 這是G7當中對烏克蘭最高的人均直接財政援助 而近期 波蘭和烏克蘭因為糧食運輸的問題發生了分歧 波蘭在21日宣布不再向烏克蘭提供軍援 但在立陶宛總統的斡旋下 兩國握手言和 有推特帳號說 德國聯邦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齊穆爾表示 如果波蘭政府處於國內的政治情緒的原因 不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德國將駐紮在波蘭的防空導彈系統 轉移到烏克蘭 這給波蘭不少的壓力 對此波蘭總統杜達聲稱 這只是一場小小的衝突 不用為此擔心 有分析認為 波蘭議會大選將於10月中旬展開 隨著俄烏衝衝突的長期化 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歐洲各國 都將面臨著與波蘭相同的問題 也就是選擇以本國利益優先 還是選擇繼續支持烏克蘭 據美聯社報導 斯洛伐克將在30日迎來國會大選 親俄的前總理費科領導的民粹政黨 方向黨的支持度 略微領先於親歐盟政黨 斯洛伐克進步黨 費科誓言 一旦贏得大選將不再送出任何武器或彈藥給烏克蘭 有西方官員擔憂 費科可能與同樣親俄的匈牙利總理 奧班結盟 如果他贏得國會大選 可能在德國 法國 西班牙等國家 引發新一波的政治浪潮 在這些地方 有越來越多的選民正在質疑對烏克蘭的長期支援 不過也有官員認為 今年斯洛伐克政府的財政赤字為歐洲最高 費科不會冒險與歐盟脫鉤 以免失去資金援助 除此之外 失去西方盟友也可能讓斯洛伐克 面臨著遭到俄羅斯入侵的風險 鄭親摩認為 烏克蘭的大反攻其實並沒有如外界預期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展 不只是美國在西方多政客提出一比較負面的看法 包括之前黑暗鼓倡議 烏克蘭跟歐洲部分也有一些意見不同的部分 如果俄羅斯佔領烏克蘭的話 不只是美國歐洲恐怕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我相信目前這些困難大概都會迎刃而解 另外CNN22號報導 很多跡象顯示 美中俄可能準備恢復核試驗 美國空軍退役上校 萊頓 在檢視衛星影像之後也指出 美中俄不僅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金推動核武現代化 也在準備核試驗所需要的條件 另外有分析人士表示 由於美國與中俄兩個威權國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信任 這些擴張的舉動可能引發核試驗基礎設施 是現代化的競賽 9月22號發布的衛星影像顯示 在最近一段時間 俄國、美國和中國的核試驗場活動都在增加 美國媒體CNN報導指出 美中俄三個國家都在本國的核試驗場建造了新的設施 並挖掘了新隧道 到目前為止 世界上三個主要核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已經升至歷史最高水平 圖像涵蓋的核試驗場當中 一座在中國新疆西部地區 一座在俄國的北冰陽群島 還有一座在美國的內華達沙漠 軍事防擴散研究領域的分析師表示 與幾年前相比 三個核試驗場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這些擴張是在最近進行的 過去3到5年的衛星影像顯示 試驗場的山下有新的隧道、新的道路和儲存設施 進出這些地點的車流量也有增加 詹姆斯·馬丁 防擴散中心兼職教授劉易斯表示 我們確實看到了很多跡象 表明俄國、中國和美國可能會恢復核試驗 前情報分析師美國退役空軍上校萊頓 審查了三個國家核試師的圖像 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他說很明顯 美、中、俄這三個國家 不僅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來實現核武庫的現代化 而且還準備了試驗所需的活動種類 圖像顯示 俄國在北冰陽群島新地島的核試驗場得到了擴建 8月中旬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訪問了這個設施之後 該設施再次受到關注 中國位於羅布伯的核試驗場也偵測到了活動增加 這個實驗場比俄國的場地顯得更大 衛星影像顯示 當地近年來正在挖掘第五條新的地下隧道 將2022年和2023年拍攝的圖像進行比較之後發現 羅布伯砌土堆的尺寸一直在穩步的增加 這反映出隧道擴建的程度 替川和平基金會中國觀察計劃4月份發布的報告指出 在對羅布伯遺址的衛星照片進行分析之後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可能的目標是進行亞林戒核試驗 而在內華達州核試驗場上空拍攝的商業衛星影像顯示 地下設施 UEA綜合體在2018年到2023年間大幅擴建 對此負責監管這個地點的美國能源部下屬的核安全管理局表示 這個實驗室用於進行亞林戒核試驗 這是一項長期的做法 旨在確保當前庫存武器的可靠性 而無需全面檢查 當局在官方網站中說 在亞林戒實驗當中 化學高能量炸藥會產生高壓應用於核武材料 例如鋪 炸藥和核子材料的配置和數量不會發生核爆 22日在回應內華達試驗場的問題時 核安全管理局的發言人說 當局一直在內華達州試驗場重組基礎設施和科學能力 這將提供現代診斷能力和數據 以幫助維持美國核子儲備的安全和性能 他否認了準備進行地下核爆試驗的說法 自1996年起 各國全面禁止地下核試驗 在近年中國和美國重新簽署了條約 但還沒有正式批准 俄羅斯已經批准了禁止地下核試驗的條約 但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表示 如果美國先採取行動 他將下令進行試驗 路易斯認為核試驗的威脅已經加速了美國 中共 俄羅斯之間日益激烈的軍備競賽 他擔心 這樣做的後果是政府花費了大量的資金 但卻沒有變得更安全 美國政府22日發布了最後一項限制規定 對於將獲得聯邦資金在美國建廠的半導體公司 在中國擴張方面提出限制 彭博社報導 這是美國商務部分配超過1000億美元聯邦補助之前的最後一道監管手段 這項補助的目的在於提振美國國內晶片產業 並遏制中國技術發展 商務部晶片計畫辦公室正在準備提供390億美元的補助 以及750億美元的貸款和貸款擔保 獲得資金的企業將不得在中國大幅提高產量 或者是擴大生產設施 這些企業在先進晶片的產能擴充幅度方面 會面臨5%的限制 28納米或更成熟製程則不得超過10%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 美國晶片計畫從根本上來說是國家安全倡議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保接受美國政府資金的公司 不會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 同時我們會繼續跟盟友與合作夥伴進行協調 加強全球供應鏈並增強我們的集體安全 不過這次美國商務部取消了最初提出的一項嚴格限制 商務部先前對相關企業在中國進行先進產能投資 祭出了10萬美元支出上限 完全禁止相關企業擴大比28納米更先進的晶片產量 最後在資訊科技業協會公開表達了反對意見之後 商務部就取消了上述的嚴格限制 資訊科技業協會所代表的企業 包含了英特爾 台積電和三星電子等大廠 預計這三間晶片製造商都會獲得美國政府的聯邦補助 美國商務部還指出 如果發現獲得補助的企業違反規定 政府可以全額收回聯邦補助 印度政府在22日釋放了被軟禁4年多的 克什米爾首席穆斯林神職人員 50歲的分離主義領導人奧馬爾·法魯克 在2019年印度取消克什米爾憲法辦自治權 並實行聯邦統治之後 法魯克與其他的政治領導人遭到拘留 在獲釋之後 法魯克獲得了數千名信徒的支持 首次主持了22日的祈禱 在上週法院要求當局解釋 法魯克繼續被拘留的原因 而在獲釋之後 法魯克告訴人群 警方在21日通知他 官員已經決定將他釋放 他說自從父親去世以來 我被軟禁與家人分離的這段時期 是我最痛苦的時期 同時他呼籲釋放更多的政治犯 並指出 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憲法修改 是不可接受的 近日來 因為捲入加拿大西克教派領袖遇害事件 印度與加拿大的關係嚴重下滑 在加國總理特魯多宣布 一名加拿大公民的離世 與印度政府有關之後 加拿大方面對前往印度的旅行者 發出了新的警告 並且叫停了自貿談判 而印度最新的做法 將緩解來自國家內部的爭端壓力 一位西方研究人員認為 如果加國案件坐實與印度當局有關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 印度可能會和策劃卡舒吉安的沙特 以及使用神經毒劑的俄羅斯 處於同一個水平 這對於試圖發展國際影響的莫迪政府來說 非常不利 臺灣大選將在明年1月份登場 競選者的行程也備受關注 近日臺灣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結束了訪問美國的行程 根據臺灣當地媒體的報導 侯友宜這次的行程途經紐約、新澤西、華盛頓、舊金山 形成繁忙 學者指出 這次侯友宜到訪美國8天的時間 屬於歷屆臺灣總統參選人訪美的標準規格 也反映出美國的確在臺灣大選的形勢上維持平等對待 新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黃青龍對希望之聲表示 這次侯友宜拜會了四個著名的智庫 然後與AIT理事主席會面 也會見了十幾位參眾議員 目前 國民黨在野8年 大家都說國民黨在美國的影響力好像已經衰退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能力也是具備的 她表示 作為候選人之一 侯友宜此行對美國傳達了兩個訊息 她說 侯友宜這一趟的行程很明顯 向美方傳達 她認為國防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國防預算 她提到了要成立一個全國動員委會 藉此來消除 美方都懷疑我們黨對於保衛臺灣的決心 另外一方面侯友宜特別到說 有實力才能夠有和平 但是和平就必須要對話 就是要跟美方強調 我們黨執政的是可以跟對岸 跟中共能夠對話 這一點應該說美方也是樂意聽到的 因為美方對中共近年來的一些改變現狀的一些做法 一再的抨擊 也一直強調必須要對話 黃慶龍說 這幾天對侯友宜可能有所保留的一些學者 都認為她這一次做足了準備 也能夠很清楚地傳達她所主張的 在對美國和兩岸關係政策上的一些想法 她表示 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其實有非常嚴重的親中派 也有非常明顯的以美派 這些都反映在過去他們對於台美的軍事合作上的一些反對的意見 特別是台灣的軍購 所以我們黨偶有餘如果她當選的話 她能不能夠不受黨內的親中派跟以美派的牽制 或者是影響 這一點我覺得美方會持續要求她有所表態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斐真的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希望之聲TV開通了會員網站 內容豐富 每個月只需要1美元 一年也只有12美元 您的每一份贊助都能幫助我們創作出更多精彩的內容 也是對良心媒體最大的支持 歡迎您訂閱希望之聲TV會員網站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